这让柯文哲在稍早记者会当中强调 现在累积的重症患者越多 导致医疗量能不足 但是双北市现在还是全台湾 确诊数最高的 他们该怎么因应呢 交给婉柔 这本土疫情连环报双北 可以说是重灾期 先来看到这个照片 新北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 因为每一天几乎到处都是有这样的化学兵 在大街扫上来帮忙消脱 因为呢 这以新北市来说 他的确诊数目可以说是全台最多的 像是今天新北市有荣登第一名 154个确诊案例 那么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说 他其实就是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准备 但也坦言说 他有不乐观的心理准备 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 其实他在昨天晚上 是在脸书PO出了这张照片 他自己就说这几天 真的是为了疫情疲于奔命 每天都在算这个负押病房 防疫专责病房到底还有多少 这个筛减量到底够不够疫苗还有多少呢 这个疫情呢是根本容不下他坐下来喘口气 就连自己呢是重症外科医生出身的 都也是疲于奔命 应付不杀 好再来关心七校局目前是针对高雄跟屏东 都发布了大雷雨即时特报 但是昨天下起雨来 水库进账的状况怎么样呢 宛柔 就在疫情如此严峻的同时 其实还是有好消息发生的 因为就在昨天呢 受到封面影响呢 有14个县市被发布豪雨特报 所以呢在这个石门水库翡翠水库呢 这滂沱大雨呢 可以让很多民众都非常兴奋 而这兴奋的民众 其实也包括了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就在脸书上面po文说 这一定是最振奋人心的消息 其免的这段期间呢 全民可以继续团结 共度水情和疫情难关 那其实苏贞昌除了po这个文之外 他也趁势推销了政府的前瞻政绩 他就说就是因为 有半星二旗的供水改善计划 所以呢才能让双北两市呢 可以供应翡翠水库的水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桃竹管线的通水呢 可以让石门水库呢 北水难送 让这个竹科园区呢 在这波水情吃紧的同时 不至于没水可用 好另外关于疫苗的进度 立法院这边有在监督吗 台湾到底何时才能让全体国民都打完疫苗呢 民众党立委赖桑林就提出了职一 他说呢来看看一些国际间的数据 像是这个阿拉伯以及以色列呢 这两个国家呢 他们平均每百人接种呢 他们的疫苗技术是破百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施打率是百分之百的 那再来看到这个英国呢也有87.6 美国呢则有83.5 但是呢反观这个台湾呢 现在就算新的这AZ40万剂的疫苗开打之后呢 每百人的接种呢也仅3.5人 这个施打比率真的是非常的低 然后另外他也质疑说呢 像是立法院的未还委员会啊 在4月29号的时候呢 已经说要成立这疫苗调阅小组 要来看这疫苗到货的情形 那那一周呢还是有民进党的陈寅 来担任未还委员会的招委 不过现在眼看这块要搜会了 这个疫苗调阅小组委员会 到现在还没有开过一次会 所以他就质疑说呢 执政的委员难道你们一点都不及 没有疫苗打你们都不关心吗 所以这个赖桑林也要求说呢 希望立法院可以尽速 针对疫苗来赶快开会